我们来看 三河 我相信很多人 他对于三河 他朗朗上口 生子沉 三河水局 银武戌 士有丑 害卯卫 那我相信 你们看了我这么久的影片 尤其在讲八字的时候 根本都没有在讲三河这一种情况 黄金城你好 为什么在我里面 我是不会讲三河的 可是各位 你们都知道 这个都是八字里面的一个最基本的形态 可是为什么他就是不讲三河呢 各位 首先我们要 知道 知道一件事 什么叫三河 他就是十二地支 十二地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十二地支 神话你好 大家给班长拍拍手 好 三河 我们来看一下 三河其实他等同是一个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三河就是生子沉 生子沉 那过来呢 海卯卫 海卯卫 用两个就好了 好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情况 你就把他想做 他是一个 圆 然后 然后他刚好是一个正三角 就是一人拉一边 他要同时有这三股力量存在 他才可以把这一个圆圈拉起来 他同时要有这三股力量存在 也就说 时长 他是不会三个在一起 而这三个在一起的时候 他才能够撑得起这一张圆 陈建平你好 我们在看很多生肖性民学 在生肖性民学里面 他就很容易 他会产生这一种的迷思 你要有三河 你的名字要有三河才会好 对不对 假设你是属老鼠了 子 那最好要有一个三河 来一个生 你的名字要有一个生 例如猴子 猿猴 猿 他就是猴子 猴子就是生 这样子 他就会有一个三河的这一种现象 生肖性民学里面 非常非常多这一种的情况 可是各位 我们刚刚有讲过 三河 他必定是要怎样 三个同时存在 他才有这一个力量 才可以把这个圆圈 拉出来 拉起 缺一不可 所以 在生肖性民学 老是爱玩这一种的 你这个名字有三河很好 可是实际上很抱歉 他就 三个里面缺一个 就不成三河 所以他不可能是三河的力量 好 这时候又会出现一种情况 每个三河 他都会产生一个酷 我们常讲的木酷 生子河 生子沉 似有丑 爱毛卫 顶五婿 好 最后一个 这就酷 木酷 那这时候 各位 他就会产生一个很矛盾的现象 什么很矛盾的现象 你属老鼠的你碰到尘 各位这一种情况 他到底要算三合局吗 还是水入木 各位这时候就出现了 就出现了这一种的疑问了 所以各位在三合里面 就是因为他有这一种 他必须要三个同时在一起 那在命学里面 很喜欢说有所谓的半合 半三合 半合就是你有中间这一个 半合的定义是你要有中间 直五毛有这四个 然后配上当中的 剩下的 一个 例如5配上银 或者是由5配上序 这样叫半三合 那只要的力量是三合力量的一半 好 这时候就来了 那三合的力量有多大 三合的力量有多大 这时候大家又讲不出来 大家又讲不出来 所以 这个是在三合里面 他的一个迷思 他必定要三个在一起 才有所谓的三合 但是在五行派 为什么又不看他这个东西 除了要三个同时在一起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 时间 他不会产生变化 可是各位在这里面 生子成三合土水局 然后 土水的话 这个是文王挂 那假如是八字 是什么 他这一边 文王挂 他就是土水 那八字的话 这边是火 木 金 所以各位 你就会发现到 好 来 这个变土 没有问题 那金怎么变土 金怎么变水 一样 他是金菊 他这个是土变金 火变金 这个是木菊 水变木 土变木 同样 各位 所以 各位在这里面 就会出现 所谓化学变化 他就出现了化学变化 但是时间 没有化学变化 时间 他哪会产生化学变化 时间就是一路走过去而已 没有所谓的化学变化 所以 既然时间 时间他不会产生化学变化 那 我在八字里面 就不看这种东西 化学变化是空间 空间的力量 你了解 这是空间的力量 时间不会变的 时间 就是这样一路走而已 时间不会变 但是空间里面的事物会变 所以 所以 第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 他有 他有可能是什么 没有到 三个同时都到 没有三个同时到 然后他产生了 你说半河 只跟成半河 到底是水 路 库 还是土克水 扯不清 扯不清 第二个 时间上没有所谓的化学变化 所以在五行派里面 所有的化 天罕五合 地支六合 三合 三会 只要他本质会变的 全部都是不化 在五行派里面 他全部都是不化 就是因为 他当中有太多的矛盾点 而这些矛盾点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而通常会这样 就是因为 他的准度不太强 也就是说 就变成是 当事人是什么样的情况 批论者就是 回应他 而没有一定的准则 所以像这一些准则 太过于混乱的 在五行派就全部 不给他算了 所以在五行派里面 他就是单纯的 只有玩五行生克 三合三会 没有这种东西 所以 有的时候 都觉得莫名其妙了 明明就跟你讲 我是五行派的 还有人会留言说 你这个八字里面有何货 你这八字里面有三合 有三会 都不知道 到底是在搞什么 所以各位 我们是没有在看 三合三会的这一种东西 因为我们在看的是时间 时间不会变化 时间就是这样走而已 那你要了解 你要用最少的规则去批论 什么叫用最少的规则去批论 就是 你只能够用这些规则 你假如错的话 各位 你就没有其他的规则来浮准 在传统学里面就很容易会变成是这样 你跟他讲说 他这个是这样子 结果 他就说不对 然后不对的时候你就跟他讲 这是因为地支又有肠肝 肠肝又影响了你 不然就说 这个是调后 然后不然就说 你的八字又有什么核化 各位 各位是不是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条件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批命规则 那在这一种情况下 你批错了 你客人跟你说错 你就永远有办法把他圆回来 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下 你 对八字的体认自然就不会深刻 你假如永远只有一套规则 这些规则不能够改变的情况下 你批错了 你要嘛 就是你的规则错误 要嘛就是很有可能 可能 我的理解错误 了不了解 因为 规则就是死板板的 但是 你要了解 每次叫学生交作业 那你就知道 你什么规则 东丢西丢的 都不知道丢哪里 到最后都变成是直觉在批命 要不要解 都变成直觉在批命 气都气死了 你的老师都不会把规则丢 妈的是 你们这一些学生 老师在那一边 把规则东丢西丢 然后创出新的自己的理论 老师这样 所以说有的时候看 我都觉得你们都比我还天才 你知道吗 我都觉得你们都比我还天才 都可以自己创规则出来 所以五行派 简单归简单 很容易流于变成什么 随心所欲派 你想怎么批就怎么批 完全不照规则 很多人 甚至有些人 去看了 我的部落格 他也知道步骤是什么 跟你说 不会就是不会 不会就是不会 为什么不会就是不会 就是因为没有去实证嘛 就这么简单 没有去实证就看我的影片 各位你都知道 不去实证看影片 问出来的问题都是什么 自己想像的 有够笨的问题 甚至是什么 凸显出 压根就不会批命 你知道吗 像今天 我的学生就被我骂 他说老师我一个问题要问 我说你什么问题 我看影片的疑问 比如说你看影片你就不要问我 因为 看影片问的问题 都是自己想像 没有实证 根本你都没有任何的实弹经验 你就不要问 结果他问什么 老师你说一个大运 里面有好有坏 那要怎么判断 各位 学生问我这个问题就该死 为什么 我都教你怎么批命了 你怎么不会拿的这些东西去找人验证呢 你来问我该怎么办 而且还是看影片 这种东西只要有实际批命的人都会 怎么办 就是妈去实际批命 怎么办 这一边里面有那么多学生 你看他们 假如问我这种鸟问题的时候 那不骂死才有鬼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种问题就表明了 没有去实际批命的问题 今天 假如是有实际批命的问题 会问这种问题吗 当然不是 所以学生每次都是自作聪明 每次都自作聪明 然后问了一些 完全就是没有在批命的 这一种的问题 都教你了 你就去实际批命 你就会知道问题了 客人就自然会教你怎么批 客人就会教你怎么判断 不是来问老师 老师没有那种美国时间 理你这一种自己想像的问题 了不了解 很多都自己想像的问题 真的实际去批命的时候 当你有真的实际批命 而且你批命也很准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你当时候问的那一种问题 是多可笑的 了不了解 很多问题是很可笑的 就那么简单 拿一个人在你前面 你就帮他批命 批他什么时候好 什么时候坏 你问的问题自然就会 你就会了嘛 你没有批命 当然不会 所以还是一样的状况 回归到实际去验证 好 所以第一个跟各位讲解 这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没有在看三合 没有木库 也没有行充迫害 为什么 要用最少的规则 拼命就好 这样子才不会乱七八糟的